欢迎回来 正在澳门视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 周二视察了澳门立法会 在会见澳门各界时 他赞扬澳门行政与立法相互配合 在维护国家安全与统一方面树立了榜样 他还表示 香港和澳门免费搭乘国家发展快车 想VIP服务 周二下午 张德江视察了港珠澳大桥 以及澳门口岸管理区的建设进度 港珠澳大桥位于珠江口林丁阳海域 是连接香港广东珠海和澳门的大型跨海通道 大桥全长55公里 是迄今世界最长跨海大桥 被誉为桥梁界的珠穆朗玛峰 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 第二天到访澳门的行程也非常的丰富 他特地走访了澳门立法会 与全体立法会议员会面 这也是澳门回归以来 首次有国家领导人到访立法会 立法会主席贺一诚带领张德江参观立法会 今年三月全国两会期间 张德江会见港澳全国政协委员士曾表示 选好澳门立法会对澳门社会稳定 澳门特区政府依法有效施政具有重要意义 张德江委员长到澳门立法会 这个法制是我们的自国方略 希望能够根据澳门的实际情况的发展 澳门立法会的话要紧跟行事 来持续相关的法律 来规范社会成员的生活和工作 张德江在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 与澳门社会各级人士举行座谈会 对澳门做出三点觊规 珍惜经验 牢固根基 促进发展 他强调 发展是永恒的主题 希望大家有大具意识 支持澳门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妥善处理问题 积极融入国家发展 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相互配合 相互制约并重在配合 你们率先完成了基本法第23条立法 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走在了前面 澳门在贯彻落实 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 维护国家安全和统一方面 树立了榜样 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 它都规定了这两条 相互配合 互相制衡 这个委员党这个讲话 它实际上是再次提醒大家 如果说这个两大权力主题之间 如果不能进行配合 这个社会运作起来就比较麻烦的 优优独播剧场辞 优独播剧场辞